金融市长林又昌透过直播向民众主义说明 9月15号起75岁以上长者 在7个行政区的第二剂疫苗施打规划情况 其中中山安乐及七堵山区 由于原本作为施打站的三所学校已经开学 为了防疫校园禁止外人进入 因此变更部分施打站地点提醒市民注意 在上一次我们开放了很多的学校的礼堂来进行施打 不过现在校园里面是禁止外人进入 所以包括家长都不能进到学校里面 所以这一次在疫苗施打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区有一些地点的变更 特别是包括中山区 本来是在中山高中 现在是改到通话里民活动中心 是复旦路的10号 另外是在七堵区的百福社区 本来是在百福国中 那现在是改到实践里民活动中心 此外是安乐区 本来是在五人国小 现在也改到新轮里民活动中心 那这三个地点有所变更 也在这边特别的提醒市民朋友 特别注意施打的地点 至于外界关心 因为新北疫情升温 而实施的禁止在公共场所及七楼等户外地点 拷漏措施 牛友超也再次说明强调 主要是为了避免群聚 如果是同住家人在自家阳台车库或顶楼 则可以进行烤漏 重要的是不要群聚 那也不要这个有不相干 或者是非自助的人 在一起烤肉 因为烤肉的时候就要吃烤肉 那口罩就要拿下来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交叉 或者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个群聚 那所以原则上 我们是希望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里面 都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的这些空间 都不要有烤肉的活动 但如果你是在自家的这个阳台 或者是在自家的一个车库 或者是自家的顶楼 不会有其他的住户的话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没有禁止 不过相反的 如果是在公寓大厦的这个顶楼 那可能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也会有其他的住户在一起的话 那这一部分是禁止 另外对于流感与新冠两种疫苗 如何施打问题 牛昌表示 原则上流感与新冠疫苗施打 需间隔14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将在9月11号 邀及地方政府开会延上 做出相关指引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中央疫苗施打